你跟他說他有進來啊 如果現在影片不見呢 我會彌裸喔 嗨各位早安 今天已經下午兩點半了 為什麼會搞到那麼晚 就是昨天的 陌生人從我們世界裡 你們是嗎 你們是4號人 你們是嗎 你們是韓國人嗎 你們是韓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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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有跟你們講 反正就是昨天晚上 一個人尾隨著學寶 學寶去買東西 學寶去上樓的時候 他就直接從電梯進來 那他沒有B台也沒有 電梯樓層 然後當然 副理事實在我們以為是樓層嘛 就是他 一直跟著走道 跟著走 那我們以為是隔壁房 或者是家一間房 那是不是呢 一開門 他就直接衝進來 因為我在裡面嘛 然後他可能聽到有人的聲音反應 嚇到他就不會跑 重點是我們打給飯店 然後飯店不處理 他說他們完全什麼都不能做 他說他們完全什麼都不能做 他說 他就是 是警察 喝醉 所以我可以跟他說 我們需要確認那個人 他說那個人現在沒有在飯店 他說他也不是住在這裡的人 那更應該讓警察來確認他是誰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侵入人家的房間 跟他說在台灣 這已經等於侵入住宅要抓起來了 所以他已經已經離開了 對 對 然後我只要住在我房間裡 沒有做什麼 對 如果你想要的話 我們只能改變你的房間 但是我們 我們的責任隊長 一直在看 CCTV 他說現在他們能做的就是 幫我們換一個房間 找不來的 關鍵也沒有關鍵 如果他們在現場 如果他們在現場 如果他們有關鍵 就要有關鍵的關鍵 我們就要看監視器 當下的想法是 至少讓我們知道 所謂的地方的誰 然後這樣子 我們遇到他 或者是 在有類似情況的時候 比較好知道 對方的一族的狀況 然後也比較好知道 當時發生的事 那 犯店就堅持不給監視器 所以我們就 報警 反正報警也是 語言能力很不通 跟他講 英文他也聽不懂 他們用一個線上的系統 做了那種同步的語言 他發了一個解決點 說3點14分會到 結果 我們從頭到尾3點14分 都在那邊都沒有到 所以我們就打了 第二通報警 說我們跟他報警 都沒有到 他們說他們剛剛有到 但沒看到人 那種同步的警察 沒看到 我打了兩次 但是 我沒有認識你們 所以我再打了 對 對 對 他們跑去 飯店的櫃台 大概沒有人 而且我剛才在樓下 沒看到警車 因為我們一直在大門口 所以我們也沒看到警車 他等到3點23分的時候 我們才又打電話 再報警第二次 應該是說 在警方這邊的話 他們這個有沒有犯罪的 可能性 就是 如果今天我跑去別人的房間 這樣子 在韓國有沒有犯罪 所以沒有犯罪的問題 對 沒有犯罪的問題 對 對 所以我現在可以 跑到他的房間 跑到他的房間 所以 只要沒有殺人 沒有打人 都不算犯罪 對 所以誰可以進去別人的房間 你意思是 別人的房間 他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你直接跟警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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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他沒有犯罪 因為他已經瘋了 你跟他說他有 你跟他說他有進來 你跟他說他有進來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在那裡 但我突然關門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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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看了 看了 我們要啊 我們要確認啊 他說我們不行 我們 他說只有警察 所以我們報警了 在警察的陪同 像我們也是可以看的 他不讓我們看 他只要讓警察看 他們是這樣講 你跟警方說 我們希望這段 攝影機拍到的畫面 請警方做保留 為證據 避免再發生 抓不到人 你先跟他說要保留證據 我不管 你跟他說我要保留證據 萬一證據的意思呢 你跟他說這是犯罪證據 那警察局會保留嗎 所以警方會保留嗎 所以警方會保留嗎 警察那邊就跟貝台說了 貝台說只有警察還不是看 他一開始 警察也不想看 因為他覺得沒事 他可能知道學員怎麼會講 他們這樣用韓文在那邊講說 你確定他們不會說韓文 他們聽不懂了 然後一直在用韓文說 有那麼麻煩的事業 怎麼一定要搞得那麼麻煩 然後一直抱怨 反正又一直在抱怨 反正就是貝台先麻煩 然後警察也先麻煩 然後反正我就是用一些比較 直接跟比較強硬的說法 去要求警方一定要看檢視器 而且我們要有報案紀錄 好 所以警方就說 那他們要看檢視器 好 那貝台人員就 帶著我們 去到監控室 那我本來以為是 我們也可以看到畫面 那就是 警察跟 呃 飯店的人也是說 因為監視器畫面 還有其他的 隱私的問題 所以不可能給我們看 所以沒有看到穿 我剛進去 回去大叫老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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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請 不然 不然 有人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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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 sauce viv象 不然 不然 為什麼 要是 不然 structurer 要不然 stop 什麽 要不然 要不然 那我们在这边等 那我们在这边等 因为如果你们查看SYS TV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SYS TV的工作 她说 她说他们先看,然后我们就在旁边 对,我们在旁边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吗? 他叫我们跟她在他旁边 所以就是 所以等一下影片会给我们看 所以你们会给我们的视频吗? 对吗? 你们会给我们的视频吗? 因为我们不能给你们的视频 但是他们会先查看 他说 他不能给我们看摄影机 但是他们会看 就是警察会看 那所以我们待会跟警察去看吗? 你问警察 所以在僵尸不下的状态下 并且反对我们承诺说 他们的影响纪录都不保留 一个月以上 我们不会刷新的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等 那警察进去看完 出来之后 就说确实有一个人要闯入房间 然后呢 他们就 可能专有名字 他们不知道用 轻入住宅这个词 要怎么用翻译 反正就是 查了一些单字XXX之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个在他们韩国法律 也是有轻入住宅的 维法物体 因为他在身边的工作 他在手法里面的人 所以他在身边的工作 做一段工作 他在手法里面的人 对 过得到 他 他知道 那就是 对 对 他在手法里面的人 对 然後YahooKey 那最後 可能韓國的一些人臉辨識系統很發達 然後或者是一些 犯罪的追蹤很發達 就是警方直接在CCTV上面 直接拍了那個畫面 拍了那個電視器的畫面 然後他就 上傳到他們的系統 馬上就知道這個臉部的男生是誰 你看吧 嗯 臉部編識系統在韓國非常的發達 全亞洲最強的國家 只要確認的畫面 拍了照馬上就可以搜尋到是誰 嗯 所以你們 警察找到他 然後找到他 他找到他 啊 重點是他也沒用我們的意思就是 這個人是具有這樣的行為 那希望警方注意到這個人有這樣的行為 即使我們這次沒有受到傷害 但是如果其他的發生太嚴重 是沒有像你反應那麼快 或是不像你今天是 兩個人 一個人的人 那不就完蛋了 他們查到是誰之後 立馬就打電話給那個男生 請他到 向他去說明 然後後來 因為我也很堅持說 一定要報案紀錄 所以我們就在現場寫了 一類是筆錄單的東西 讓警方去帶回去 然後 然後 這件事已經大概就是 簡單說就這樣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